Youtuber蔡阿嘎特地前來取景桃園龍潭這棟房子 有個綽號叫做怪怪屋 走近一點看建築體彩歐式風格 還有旋轉樓梯斑駁的樣子 看得出歷史痕跡 因為外觀復古加上堆疊造型 還被說是像霍爾的移動城堡 附近住戶說屋主房子還在蓋 因為這棟樓疑似又長高了 對比二零一二年的照片 現在建築主體上頭多了 類似尖塔的區域 而且都還掛上了廣告看板 怪怪屋位處五叉路的交匯點 是許多憑證民眾往龍潭的必經道路 這棟樓其實叫做夜山樓 夜心屋主是建材承包商 房子由他親自設計 一九八九年建造至今已經三十三年 但依舊還沒完工 主體建築物也被質疑一年比一年高 廣告公司回應成租時 就已經長成這個樣子 怪怪屋是當地知名的地標 一概就超過三十年 何時能夠完工還無法得知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家蓋部分 確定涉及違規得依法採取 近新聞 楊仲強 彭志華 張景涵採訪報導 好可憐 這樣子 上週稍後 還沒想到 不 dur 沒想到 聖基吳